還熱烈烈播放的日園 近期出現了一場戲 令這部劇火速升溫 成為網民熱話 說話就是這一幕 感覺很漂亮 女人那邊是俠人 沒什麼特別,有什麼特別 真的沒什麼特別?看真點? 有黑影 這裡很恐怖 好像有一個人在拿東西,很恐怖 有三個人,然後是禍室的房間 有三個人嗎?你看到 這裡好像有一個 三個人?這一幕夏文直乎 來樂意回房休息的戲本來很溫馨 誰知道突然殺出第三者搞和氣氛 這個有些透明的神秘黑影 坐在旁邊動也不動 剛好這個時候劇情說到 樂意因為沒期癌症接近死亡 而黑影就好像拿著杯茶 在看著他們倆 難道跟劇情有關? 究竟這個神秘鬼影是哪裡來的呢? 有人都懷疑它其實是劈姐的影子 不過我們就找到一條 從未出門的幕後畫面一探究竟 當時樂意和劈姐還在旁邊 stand by 那個影已經靜靜地坐在這裡埋位了 到正式WOW機 人動機動 偏偏這個影就不動 過了沒多久 有工作人員疑似堅都有點奇怪 低高的手搖著搖著搖著 打算測試一下燈光 不過一樣一點動靜都沒有 非科學這樣說 可能是Pet姐的粉絲 知道Pet姐回來TV拍劇 這麼難得就來觀摩一下 網民真的很厲害 厲害吧? 明明前頭兩位依然做得這麼好 為何你會留意到旁邊的東西呢? 很厲害 那些是錦上天花, 剛好而已 可能後面還有很多 大家繼續密切留意吧 連當事人都解答不了 這個神秘影究竟是嗎? 到現在仍然是一個迷